焦点APP 这个受险专家李博全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我们共同关注 这个博全你好 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博全能不能先告诉我们 这个长照对我们一般人 到底有多么重要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即将上台的新政府 要成立长照局 显然他是相当注重 这样的一个业务发展 那长照对我们一般人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通常我们一个人 一生当中就会遇到 生老病死残 生当然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老是一定会发生的 那病死残 通往是不在我们的预料之内的 但是往往是说人走了 也许一了百了 只是还没走 那可能会需要人家照顾 可能会长期待在医院里面 那可能就是这样会造成了 这个家人的照顾上的负担 尤其是我们现在 那个国人人口越来越少 每个家庭的人口数也越来越少 少子化 对没有错 那现在普遍的情况是 家庭都是双新的一个情况 那可能长辈住在 他原来在乡下 继续在种田 或是继续过了养老生活 突然有一天的时候 他们需要被照顾了 爸妈妈妈其中可能也老了 没有办法照顾另外一个 那在都市的奋斗的子女们 多半也是中年了 这个时候还要再拨个空 还要再拿出自己过去累积的积蓄 或者是赚的钱 来请人来康顾 这都会造成很严重的负担 所以这几年来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当然也谈了十几年 那有陆续在做 可是我们常常也听到 社会上有很多长照的悲剧的新闻 什么人需要长照呢 长照顾名师就去长期照顾 就是当一个人他生病了 或是他发生了一个严重的意外 他自己不能照顾自己 比如说他不能自己吃饭了 比如说他不能自己从床上床下 移来移去了 比如说他自己不能去上下厕所 比如说他自己没办法完成洗澡 比如说他自己没办法说 很好的平地的移动 这是几个标准 第六个就是说他没办法自己传递 这些东西都是营造成他生活上的困难 如果不帮助他 他就慢慢就变成是孤独 或是生了病 或者就是一直这样没有人照顾 就会有一天他一定会走 可是因为我们都是重视人的尊严 所以长照就是在 针对这些生活上照顾自己能力 有困难的人 可能发生在年轻人 可能发生在中年人 但比较多的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 就说这种情况之下 长照就变得很重要 因为我们家里本来没有预备这个经济来源 不管是你要辞职在家照顾这个家人 还是说你要请一个外面的 你买个服务来帮你看顾这个家人 这都是一方面你辞职了 你不干了 你就会损失你的收入 如果是你请了难 你要付出你的费用 这都是额外的负担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 赶快来重视的课题 没错这个我们节目单元曾经上次有讨论过一个议题 叫做下流老人 这下流老人就是从日本传过来的 就是说他可能像我们这个年纪 中年的时候 收入还不错 可能还有五万六万的这样的收入 可是为什么他会变成到了老年的时候 就会变成过的就是好像是就是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水准而已 他没有办法去过更好的生活 为什么 因为他以为他工作得很勤奋 他有一些积蓄 配合了政府所提供的一些退休金 他就可以过好生活 事实上不是如此 有很多生活的变数会发生 譬如上刚博全提到的 他可能会发生意外 他可能是高龄离婚 他必须要付出赡养费 还有很多的这个状况发生之后 他会让他的经济一下子从还算不错的状况之下 会变成哇 变得很困窘 所以不要以为说你现在有存款 有政府的退休金 你就可以过好日子 不一定 没错 不过我现在就要问 政府退休金真的没有办法保证我们吗 是 这个相关的这个长照的政策 已经推了十年嘛 对不对 好那现在可能又有新的政策要出来了 是的 您的观察呢 这个新的政府即将在5月20号就上台 这个新的内阁也做了一些宣示 主要的内容就是从过去十年之内 有推的这个长照十年计划 他把它升级 那升级基本上有两个观察点 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第一个就是过去十年 他本来是十年要花817亿 事实上政府财政有困难 事实上做到不到300亿 所以真正受到照顾的其实很多人没有受到照顾 那新政府就是想要增加预算 就是说他一次一年就编400亿 编400亿 不过就编400亿如果你换算一下 400亿除以76万名的失能老人 他大概一个人一年大概可以获得 大概等值于大概5万2000元的 这个长照的服务给付的价值 每一年 一年你把它换的是每个月大概4000多块 你再把它换算是每一天 哇那就你就知道你就手指头串得出来了 这个是政府的财政困窘 这个政府是透过去增加税收来补贴 这块的长期照顾服务的支出 那他就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给付了 他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事实上在我的这个这个很努力的这个分析 研究分析之下 其实他的政策其实走向是社会福利 是 就是经济贫困的 他提供服务的上的一个帮助 比如说有中度的重度的失能的 如果是低收入户的话 你住进机构里面去 因为本来这种家庭本来就是赚钱就辛苦了 他如果住进机构 那其他的家人可以继续在谋生 这个是比较好的安排 那他如果像这种这样低收入的家庭 他住进了这个机构 可以得到政府一万八千六百元的这个补助 这补助就不少了 他可能自己再付一点一两万 是 可以 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再像以台北市为例 如果你家里面是四口人 加上长辈 加上自己的子女 你现在是青壮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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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 四口之家 如果你的年收入超过了一百零九万 你就没有这个资格了 哇 所以在我的观察里面 我就特别要提醒 不管在台北市 还有其他的五都 还是其他的地区 只要是双薪家庭 只要是中产阶级 你都要去注意这件事情 因为政府还没有办法完整的告诉我们 其实他的目的是先希望帮助了贫困的人 中产家庭是还没有办法得到比较好的照顾 所以中产家庭反而比较危险 这个我也是蛮担心 因为我自己过去也曾经在国会服务过 我觉得中产家庭是维持台湾社会一个很稳定的力量 因为他持续在工作赚钱 他有缴税 他缴税蛮多的 这样的族群 如果他有一天发生了这种情况的时候 其实他过去的积蓄来不及准备足够 他可能双薪家庭可能被迫会有一个人要辞职 这个收入马上减少 这减少之下其实对中产阶级可能就会陷入贫穷阶级 这是最大的难题 刚才主任你刚才提到说像下流老人这个部分 日本也是这个问题 没错 我们在台湾因为我们幸好还有健保 可这么长期离开医院 在家里面在机构 这样的一个长期照顾的费用 政府给我们又是这个杯水车薪 我讲的是中产阶级 所以中产阶级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要提早准备 如果现在这个政府如果按照这个现在的长照的措施 没有办法完整的去照顾所有的人的时候 是不是其他刚提到有些其他的国外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吗 有值得我们效法的例子吗 比如说比较受推崇就是瑞典 像德国 因为这些的这个欧洲的国家是比较重这个社会福利的 他们缴的税也蛮重的 所以政府给予的这个长期照顾的这个服务商 也给的特别的比较好 可是讲到加税就伤感情了 你确是 台湾一讲到加税恐怕政权都不保 所以这个在台湾可行吗 这个德国是当然有人借鉴 但是另外有人在提到像日本也实施了长照 韩国也实施了长照 我讲是公政府办的 日本的长照是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 它的实施以后 因为它的提供的是 它大概收了保费 然后大概如果要花100块 大概50块来自于政府的其他的税收的补助 但是即便是来自有50%政府补助这么高 但是它保费是会随着给付的付出的负担会调整的 就是它是浮动的 像去年日本就调过一次 我举例说 现在日本如果它不是 这老人家它不是下流老人 下流老人指的是它无依无靠 它即使有靠 它也不想去找子女 因为觉得子女也负担不起 这些还继续跟子女同事 或是同一个户口的老人 日本政府下面现在发现 大概两个双心家庭的夫妻 他们要负担五个老人家的保费 然后去年就调过一次 一个老人家大概要5000块日元 一个月就要25000块 我们各位听众们可以自己换算一下 再一个月保费是台币多少钱 它将来还会再调 因为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 当老人家越来越多 当老人家的寿命越来越长 给付的时间又变长了 服务的时间变长 这时候负担增加了 负担增加以后 缴税的人口其实也越来越少 因为少子女化 所以大家负担变得越来越大 这是一个 我讲出来其实是蛮可怕的一个问题 像美国政府是没有实施长期照顾保险 所以美国人其实也蛮可怜的 他们年轻的时候靠借贷生活 然后好不容易退休的时候 借贷还完了 可是发现他要需要长照的时候 他就去做借贷的动作 他把房子拿去抵押 对的没有错 英国是要被迫卖到房子 把钱存在银行 慢慢付长照的费用 所以全世界的先进国家都一样 今天有一个更新的统计数字出来 说在未来的35年之内 全球的老人 65岁的老人 会从8亿增加回16亿 然后台湾速度是最快的 这样子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这么小的岛 这样一个未来 我们也不希望把全部的压力放在子女身上 但我们自己要自己先预为 意识到这个问题 为了自己的尊严 想想日本的下来的老人 无依无靠 孤独而死 甚至是因为带了病 慢慢的这样离开 其实都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我们有点希望过着这样的生活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说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弥补这个缺口 这些国家 你看像这么先进的国家 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何况台湾已经要进入超高龄或高龄社会 那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或者就赶快做好准备呢 的确是 那以我们台湾来说 其实过去的台湾的商业保险 其实蛮蓬勃发展的 过去比较重视就是设计受险 人走了留点安家费给家人 或者是设计一些医疗险 搭配健保的服务 来补健保服务的不够 那再或者就是说 你可能喜欢储蓄理财 这几年保险公司发现这个趋势 就设计了很多类似像失能保险 像长期照顾保险 这样的保险来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 但是因为也是商品太多样的 往往因为商品的推险出现太快 我也发现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从业人员 有时候对这个演化太快的商品 真的需要好好的吸收一下 然后才让保护来有正确的理解 规划到适合他的 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的 这个人生阶段 其实这个形态上的保险 其实也不太一样 没有办法一一概 一篇这个所谓的一件事就可以 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需要 不可能说一种商品从年轻 一直可以到你 保重你到你到老 大概是这个状况 但是我看那个保险 就是说现在推出来的 哇白白种 真的 你刚刚说长照险 累长照险 还有残浮险 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们差别到底在哪里 是不是可以大致的帮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讲长照险 它顾名思义就是长期照顾保险 它就是以当我们买的这个保险 如果当我发生的这个需要被长期照顾的这个状态 比如说刚才前面提到有六个 不怕是不能自己吃饭等等 有六个 六个标准 到底有几个 比如说目前的一般的通行的 大概就是六个 你们有三个 你都需要人帮忙才能完成的 这个部分就符合了 它就固定每个月 每半年 或是每年就付你一笔钱 付你当初约定要买的那个额度 OK 你举一个例子吗 比如说一个年轻人 我们要讲年轻人 我们讲一个40岁的一个将近中年的人 他买了一张这个类似长期照顾保险 他可能在48岁突然间因为工作太劳累 他就中风出血型的 然后他经过送到医院去急性期的时候做治疗 然后事发以后到这个三个月 满三个月 他再经过诊断 他还是处于这个六项 你们有三项 三项 你符合了 是 然后保险公司叫一月定 先付你一个一整笔的费用 然后再跟着也 每半年或是每月或是每年 付你约定当初的费用 这个钱可以干嘛呢 这个钱就是说 比如说家人 可能这段时间要照顾你 那可能要辞职 可是他没有收入 这部分可不可以作为一个收入补偿 或者说家人他必须要维持这个工作 因为可能这个职场上如果轻易离开 恐怕前途也没了 这很多人的考虑是这样子 那是不是家里面就请一个 白天就请一个居家造福员 帮我们看四个八个小时或六个小时 等家人下班回家了 再接续这个照顾 那这个费用就来做 你买了多少的额度就来付这个费用 或是要去住进机构 如果你买了额度够 你就可以拿这个钱去付这个机构 完全是有自己去决定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服务来满足自己 另外这种形态 其实它是叫做 残废保险 残废保险 简单是这样子 它比较像是一个长期失能险 它的给付条件并不是你需要被长期照顾为条件 它是以说我们身体有九大类的器官 像从头中枢神经开始 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我们的内脏器官 我们的四肢 如果发生的因为意外或疾病造成的残废 残废它有它的定义 它把你分级 分级说你应该给付你多少钱 通常这个情况它比较像是一个失能的保障 特别是像我们青壮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我今年47岁 如果突然有明天就不知道就发生了一件 我没有一起来的发生的疾病或是意外 可能我从此我就会在轮椅上了 主任你可以想象我本来从事这个行业 我大概不能出去招揽了 我就上市我的工作能力了 那我还有子女要养啊 这个时候就照约定的 我符合条件了 照约定的每个月或每年或每半年 就付我当初买的保额 那看我的残废等级 付我这样的一个金额 就一直付到我人手为止 所以残废险蛮适合青壮族的 因为它可以补偿我们一定程度的过去的收入 那它到老年的时候 如果青壮的时候都很顺利平安健康 到老年的时候也有因为残废 所以未必是你需要被照顾 但是也因为这样 因为你符合了失能残废这个条件 它也会照约定给付你金钱 所以它这个是属于意外 疾病也 那如果是失智呢 失智的话现在是这样子 长期照顾保险 它比较明确规范 失能失智都在里面 那残废险呢 它比较不明确在失智这部分 它非常明确在失能上 常见的失能我们讲说像脑中风 像是拔心生肢症 像是因为车祸意外 造成脊衰损伤 又下半身瘫痪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因为它不一样 就是我是倒觉得 因为可能听众会有一些保险从业人员 我觉得彼此在那边也可以做个交流 因为我觉得商品的演化速度太快 我们是不是尽可能的多吸收了解 这个商品不同的特性 再给予保护正确的建议跟规划 那这样子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因为我知道这个博全他最近研究完之后 出了一本书了 教你怎么样买长照险 不过你上那个书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买长照险 不能只看保费跟价格 对不对 刚刚讲说不同的保险 应该这个价格应该也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应该怎么挑呢 谢谢这是一个好问题 保险是保需要 你的需要看是要保大还是保小 还是说只要保大不保小 这次提到这个费率的问题 我们通常讲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保险公司也不是说这个推出个商品 他一定要亏本 他才要觉得他作为一个社会功德 我想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完全是从风险去计算出来的 那你看到比较便宜的保费 他也有他的局限性 还是回到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比较贵的 他是不是一定有比较好 也未必 你到底你的需求是什么 你是需要你青创时候 希望能够多一点收入补偿 那你可能可以考虑残服险 如果你希望你现在已经中年以后了 你也将近要退休了 你觉得你可能失能失智的情况 都会有发生的机会 那你觉得说 当你老年后才发生的时候 你也不太需要有什么收入补偿 但是你不需要你的退休金 被你的长照费给吃掉 那你就可以考虑用长照险 所以你不要先从说 人家听到哪个 你的服务的业务人员跟你说 这个比较便宜 这个比较会赔 我们还是回到羊毛处在羊身上 会赔又便宜 那你觉得可能吗 所以还是 我的书里面特别强调是说 要先从需求去想起 你买了一个 你不是你的需求的 即便他便宜又好赔 赔又怎么样 我举例说 像残服险 他真的在某些程度很好赔 比如说两个手指头断掉了 他也赔你一个5%的比例 比如说你买100万 他赔你5万块 他是一笔给付给你 你觉得你买的这个保险 你两个手指头断掉 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吗 那你为什么需要这个5万块的保险费 那个保险理赔金 对你的帮助又是什么 所以是看需求 看需求 你不要以为越便宜的越适合你 或者说越贵的越适合你 没有 没有这样子 应该要去找一个最适合你的东西 是的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必须要小心 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是受险专家李博全 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怎么买长照险 或许如果你要做先行的了解的时候 你可以看看这本书 因为长照在未来绝对会成为你我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它会影响到我们非常深的 而且这个也要提醒你 如果要买长照险的时候 一定要先跟你的业务员要做好沟通 这一定要提醒在那边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那我们今天谢谢博全的分享 也希望你的书可以大卖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博全